八宫八克,无形巴西想夺冠还得靠他,26岁多面体最强绝招,太强悍,俄罗斯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,群雄争霸,32强逐鹿中原,根据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,夺得大力审杯的冠军,或将在天才云集的法国,超一流的德国,斗牛是西班牙,桑巴军团,巴西以及英格兰间产生,法国固然天才云集,但是姆巴佩, 登飞来小将缺乏世界大赛的经验,本次世界杯四强就是不错的战绩,德国作为未免冠军,虽然队内没有世界顶级球员,但是勒夫已经将他们捏合成一个整体,前几天主力球员恶其而受伤,世界杯之路不明朗实力也是让遭到影响,西班牙还是老问题,风无力得不到不解决,依旧无缘染指大力审杯, 足球强国英格兰近三十年来从未有过进入世界大赛决赛的经历,本次世界杯很难有亮眼的战绩,而五星巴西在阵容起整的情况下,有很大的希望捧得大力审杯,继上届本土世界杯惨败德国隐恨后,巴西卷土重来, 相比上街桑巴军团的实力可以说又提升了一个档次,整体阵容的增强也是巴西放出夺冠这一口号的重要筹码,桑巴军团巴西尽管在上一次世界杯半决赛中遭遇大的失力, 但是你不可否认巴西的实力在这四年里实力得到飞快的提升,头号球星内玛尔经过四年联赛的魔力,能力无疑变得更强,在热身赛中也是频频进球,证明着自己火热的状态,中场也同样变得更强, 前巴西主帅斯科拉里对中场大将的卡赛米罗的评价也是非常高,是国家队的关键人物,目前巴西在世界杯开赛前的状态十分出色, 本赛季转会巴萨的库蒂尼奥也是刚刚过完生日,对内众多球星也都送上另类祝福,这也明显看出目前巴西队内的气氛十分放松, 巴西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的最大热门,由内玛尔领衔的前场攻击组合十分豪华,中场以及后场也是由卡赛米罗和马赛洛等世界级球星压阵, 桑巴军团各个位置都无不让世界杯任何球队羡慕,此前前横大主帅斯科拉里也是对这支五星巴西做出了评价, 他认为目前来说球队的关键先生并不是内玛尔,而是中场球员卡赛米罗,本赛季卡赛米罗在黄马表现十分出色,并且帮助球队多得了欧冠冠军, 卡赛米罗无论在巴西国家队还是俱乐部都是一名防守工兵,是球队中的第一道防线, 虽然这是卡赛米罗的首次世界杯之旅,但是在黄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国际大赛,至少在心理层面上是不逊于参加世界杯的老将, 在黄马,卡赛米罗防守过的巨星数不胜数,和梅西,苏亚雷斯,格列兹曼都是老对手, 在防守对面头号巨星时,也是经验十足,非常的老道,作为一名防守型后腰身高体重都非常占优势, 善于身体对抗,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,卡赛米罗都成为了队内最关键的一环, 作为中场他在国家队能够串,联系前场的内马尔以及后防线的马赛洛, 这是卡赛米罗被认为是关键先生的主要原因,当然对于卡赛米罗这样的后腰, 放眼整个欧洲足坛都非常的羡慕,卡赛米罗的三个优势也决定在蒂特手下中场后腰的第一选择, 在最近的热身赛中都是首发出场,加上与马赛洛作为俱乐部队有配合默契, 卡赛米罗无疑是巴西国家对中场最重要的屏障, 对于巴西来说想要获得世界杯的冠军远远不止一个内马尔能够做到, 只要他们能够利用好卡赛米罗的防守和进攻端的组织, 那么巴西或许将会成为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, 本文由足球的新领域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长知识。